6月15日,32季当代军旅大戏战雷将在北京卫视红星剧场开播 5月30日,该剧在京举行发布会 导演徐锦舟,编剧冯济,联合导演高涵,率张博,行家栋,李健,张宁江 等轻易色的行男嗓雷大队帅气亮相 该剧讲述的是排雷战时扫清边境战争遗留地雷的故事 而从发布的片话来看,该剧具有浓烈的美剧风格 在拍摄手法上,也相似于美剧迷失 虽然编剧冯济曾在部队基层待了十年 并且还有半年在地报连服役的经历 但写这样一部国内尚未涉猎过的工兵体材现代军旅系 有着丰富军力生活体验的风景 一较遭遇了不少的考验 光是故事大纲就修改了七次之多 创作审查尤其严格 我们做当代军事系实在不容易 因为我们要面对轻松的审查 包括部队领导的审查 包括网站的审查 所以因为有了部队的纪律和条例 在这做限制 其实我们在创作剧本的时候 我们在创作剧本的时候 也是在把自己更进了雷区 我们自己在创作过程中 实际上也是一种排雷的过程 这个剧本做得很简单 听说我今天 我写这个士兵在充房子 充房子呢 跟一个人一块走两路 可能为了一个情节 一脚没踏好 这个瓦掉一块 这个工的摔也摔了一个大马哈 其实这个情节可能没什么 但第二天可能 部队的营房部门从来到我 你是在允设我们营的房子 造得不够结实吗 就这种在咱们的地方信守 每天来的这些情景 在部队里面都是要有忌讳 我们要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 才能从事这种方面的创作 要不然就会触犯很多禁忌 不只是剧集创作不易 该剧的拍摄也是异常惊心 发布会上 有着切身感受的演员们就爆料称 自己也曾经历过扫雷兵 经常面临的身死一线的状态 我们我张博 张立宁江 还有我记得 我们最后在山林里面 我们在一个悬崖 踢进去悬崖上 在那儿转 然后 后背也吸着那个悬崖 底下就是 山岗 深渊 然后不小心 有一个胳膊 忘了是谁了 一脚就把一个 在悬崖边上 着力的一个 特别大石头 就给踩空了 一块石头就顺着 山崖就滚下去 我们赶紧都死死 互相拉着 亲眼得见 亲眼得见 那块石头滚了很长时间 我们才听到 最后 最后 落了地 其实 那当时也给我笑一跳 对 确实挺惊险的 而且我们 有一个孩子 就是说 要掉下去 他拉着 他拉着我 那个 行的拉着我 然后我就 就是悬崖边上 他特别滑 而且我还要拉着一个人 那个人已经快到底去了 非常 然后他那边 支撑一棵树 他要踩在那个树上 如果他不踩 其实我一个人的劲儿 是根本瞪不上来的 然后在那个树 还有石头往下走 很窄的那个路 当时那个树根 说活了 活了 快点给踩 踩手了 如果掉下去 我们三个人估计 也就不在这 应该永远在那 酷里娱乐 北京报道